我是金子 一个到哪都能吃光的男人 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中 最大的困难和敌人是什么呢 是无处不在的鸽子 作为up主 其实我自己真的不想鸽 多少次都是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理由 而不得不放弃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相机就剩98%的店了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了啊 不拍了不拍了 为了战胜这个困难 从此与鸽子划清界限 我今天特地来到了这样一间店 因为他们家的重点食材就是 鸽子 这家店应该是聚集了 无数读者与观众的怨气 以及无数up主想要按时更新的决心 因此一进门就能看到 数以百计的鸽子被拔了毛吊起来打 这是熏鸽子 这是烧鸽子 这是炸鸽子 这是 大哥你这是咋混进来的 绝对是个误会 误会 落座以后菜单上的菜品也不含糊 这里有无数种料理鸽子的方法 处决鸽子的程序还在继续中 比如第一道上来的菜品名字叫 回香鸽干 一只鸽子有一个干 好多只鸽子凑成了一大盘 感觉跟盐水鸭干有点类似 不过味道没有鸭干那么入味 体积也没有那么大 拿起来尝一口 有点干 并没有法式鹅干那种细腻润滑的感觉 由于鹅干是脂肪干 属于大鹅吃多了以后撑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分析出 鸽子们在生前一定经历了很多磨炼 我的一点也不轻松 鸽干的配菜看着像个松针一样 这其实是回香 好像回香这种食材 只有在北京地区比较常见 而且基本都出现在饺子馅里 这次跟鸽干搭配 它那种淡淡的香气 配上鸽干淡淡的咸鲜 结合的还不错 是一道品质上乘的下酒菜 当然冲这个分量 谁要是能就着酒吃这么一大盘 避醉 第二道菜依然是一道凉菜 从外表上看 并不能看出这是什么部位 只知道上面点缀着红油 应该是道辣菜 后来问了服务生小哥 他说这道菜叫焦香燕醇 那么这道菜呢 等一下 咱们一直在说鸽子 怎么突然蹦出来个燕醇 这里面有大燕什么事啊 大燕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啊 它们只不过是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 一会儿排成人字拖形 而且这种保护动物 在几十年前就登上过小学课本 我们怎么能吃大燕呢 小哥悄悄告诉我 其实他们家的燕醇 跟大燕关系不大 叫燕醇只是一种修辞手法 和凤爪有点类似 实际上是大鹅的上唇部分 沿着眼睛 腮帮一直连到脸部的嫩皮 哦 原来如此啊 嗯 真香 嗯 煮菜鸽子终于上来了 这鸽子的第一种词法叫做黄泥烧鸽子 做法和叫化剂有点类似 是把鸽子腌制完了以后 包在泥土里边烤 这个鸽子吧 跟鸡肉的肉质不同 因为它经常在天上飞啊 每天大量摆动翅膀 所以胸肌异常发达 肉质十分紧实 之前周杰伦有一首歌 里面有句歌词就叫做 鸽链的胸肌 如果你还想靠 够胆就可劲造 据我推测就是 它在吃鸽子肉的时候找到的灵感 我们撕开黄泥烧鸽子 身上最厚实的这块肉 可以看到肉丝的纤维非常明显 建议可以一条一条地吃 因为这肉丝实在是太入味了 一下吃一大口 是真的咸 鸽子的第二种词法 叫做脆皮鸽子 大哥你别瞪着我啊 放轻松 放轻松 这种鸽子跟烤鸭有点类似 外面也是一层枣红色 皮脆 肉嫩 但是因为这个鸽子惨啊 养不到甜鸭那么肥 就给拉过来烤了 所以它这个外皮料理完以后 像纸片一样薄 肉质呢 比起刚才的黄泥烧鸽子来说 要柔软得多 而且也没有那么重口味 就是这个肉太舍不得骨头了 一般来说 如果不用手术刀的话 很难切干净 像我能吃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这家店的招牌主食 外形也非常有特色 端上来的时候乍一看 宛如一条正在晾晒中的V型棉被 所以这道菜的名字 就被叫做晾衣大饼 相信我 一般这种形状特别唬人的菜品 都会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 麻烦 不好加 是 这个饼是外皮酥脆 里面软嫩 而且泛着一股特别浓郁的奶香 但是咱这筷子 想要击穿它的防线 还是需要点功力的 不成还得上手撕 当我们咬了一口之后 会发现 抛开普通的油香 这饼里更多的是一股奶油的香甜 它里面分了好多层 除了最外层酥到吊汁以外 其他层都相当的柔软 吃一口 咽下去的时候很顺滑 五秒钟以后 就又忘了好像刚刚吃过似的 很神奇 几乎每一桌都点了这个大饼 足以见得它的受欢迎程度 吃了这么多干的 说来点稀的吧 点了一份鸽子汤 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鸽子料理 说是保留了很多鸽子独有的味道 端上来的时候 我们咬了咬发现 根本没有鸽子 原来煮熟的鸽子割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吧